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美国时间下个星期二11月5号 美国总统大选就要登场了 那么就在竞选期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之际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阵营前两天 他们在纽约办的一场造势活动上就突然抛出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除了有印度和亚马加的混血血统 他还是马来西亚人啊 对各位没有错 在美国纽约的竞选活动上 真的有人说贺锦丽是马来西亚人啊 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秒就联想起 当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 他上台之后 媒体不是也大肆报道 奥巴马曾经在印尼度过他的童年 当时候也让印尼沾到一点点奥巴马的光芒 没有想到这回美国选举呢 风水轮流转了 来到马来西亚了 莫非呢大马也要沾一沾贺锦丽的光了吗 嗯其实这一件事呢有点迂回哈 那可能知道答案之后还会让你有点生气的 那先来看看前天 共和党在纽约办的造势大会时 亲共和党的一位政治评论员啊 在大会上揭晓贺锦丽绅士的影片来看一下 那在共和党造势大会上讲的七情上面的这位人兄 是美国福斯电视台前主持人兼政治评论员 他就数落贺锦丽是第一位竞选总统的萨摩亚马来西亚人 那同时是低智商low IQ以及是前加州的检察长 嗯赫锦丽是马来西亚人 就是这样来的各位 答案揭晓之后 现在的你还会觉得 马来西亚智慧真的有沾到赫锦丽的光吗 恐怕你更多现在是冒出很多黑人问号 莫名其妙甚至有一点点傻眼的 有报道形容呢 共和党在纽约办的这场造势大会上 有不少上台演讲的领袖 都是口无遮拦 语带双关 用粗鲁筹外的言论来攻击贺锦丽以及民主党 那没有想到呢 这些领袖嘴巴机关枪 这样一射 这样一轮口水扫射之后 竟然扫到了我们马来西亚 那这个这件事呢 大马外交部其实有所行动了 不过必须老实说 外交部的这个行动呢 却是另一场幽默啊各位 那外交部长莫哈山 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就贴文说 美国保守派的政治评论员卡尔森 那就宣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是马来西亚人 真的是感谢您的提醒 因为我们压根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原来有马来西亚人 正在竞选美国的总统 那莫哈山再耍幽默说 如果到时贺锦丽女士赢得选举 我们非常欢迎她 回到马来西亚家乡 尝一尝家乡的USA炒饭 那最后贴文还配上一个 笑脸表情符号 不过呢 贺锦丽如果真的衣锦还乡 回到马来西亚 马哈山到底是要去哪里炒一盘 Nasi Goreng USA 请人家吃呢 妈妈当 妈妈当可能会有 大家可能可以那边点一下 不过说穿了 食物好不好吃 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给人家吃点梗 其实也是吃得饱的 有媒体就拆起了这个 Nasi Goreng USA的USA 三个字母 其实代表的就是 Udang Sotong Ayan 拆起来之后 三个字母的字头 确实就是USA Udang Sotong还有Ayan 根本就是一盘豪华版的 有鸡肉有海鲜的炒饭 你不得不佩服 我们外交部长莫哈山 他真的在网络上 挺有梗 挺有创意的 只是当外交部长 用幽默回应这件事的时候 火箭副主席监视部 国会议员郭肃庆 就相对下来 就比较没有办法 咽下这口气了 郭肃庆今天就发文告说 美国共和党政治评论员 卡尔森 贬低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是低智商的萨摩亚 马来西亚人 其实就是在变相的 贬低我们马来西亚 像这种把大马 卷进美国两党斗争污水的举动 已经脱离了政治辩论的轨道 那郭肃庆要求那名政治评论员 必须要收回言论 Daribale 并向马来西亚道歉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好 。